40年这个发展 因为今年改革开放40年 您如果给这40年 也包括您公司发展这25年 来做一个定义和做一个回顾的话 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您会觉得首先要归功于什么 我觉得归功于中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被释放出来了 因为中国人民是一个自动自发 勤奋的民主 只要给他们足够的余地 他们就能给你还一片特别漂亮的天地 您是变相说 现在自己觉得自己老了吗 老还是有感觉的 我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因为我每天还在十几个小时战斗 我给你500万 你把孩子给弄得疼笑 我说这不是 我想给你弄的就能弄的 如果聊不通你家长对不起 不管你跟我多好的关系 我就不接了 现在问我有句话吗 叫杀富激平 你已经开始杀富激平了 因为你说到国外去就紧张贴花 这孩子有没有你 他早晚也出国 因为家庭条件在那放着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你 他就上不了大学了 我说有你了 讲个二十次课 他就上大学了 这个牛 你现在一看 谈到工艺 我觉得你有点过度兴奋 我喜欢这个东西 为什么呀 为什么现在说工艺这么兴奋 赚了点钱 弄了点社会地位 不就是为了能做更多的好事吗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教育是能改变人命运的 所以对一个教育公司来说 你做这件事情呢 两方面 一方面你可以挣钱 一方面你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我觉得是蛮快乐的 教育 做教育 大家知道有点情怀的吗 对他不满意吗 现在 非常非常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因为你发现你做的东西 离你想要的东西 差得太远 于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 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1993年 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 2003年 成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已经发展壮大为 集教育培训 教育研发 图书杂志音像出版 出国留学服务 职业教育 在线教育 教育软件研发 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科技集团 2006年9月7日 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成功上市 成为中国第一家 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 你现在时间是怎么分配的呀 我的时间 每天工作 生活 差不多15个小时左右 可能还不止 睡得不多 吃饭穿上 我睡觉 差不多每天6个小时吧 一般都12点睡 6点醒 正常 已经可以了 睡得比较完整 已经不错了 中午有的时候 如果有个15分钟 20分钟午睡 就会特别舒服 可是一般午睡睡不到 最多就是闭目养神一下 我觉得对我来说深度睡眠就变成我人生中间最幸福的事情 不是那按说你追求这幸福的事不是太难的 我实际上这样的即使我到度假地以后也没有深度睡眠 很少 会比较严重地影响你白天的工作情绪和包括记忆力和思考力 也是变相说现在自己觉得自己老了吗 没有吧 老还是有感觉的 比如说眼睛发了 耳朵的灵敏度不露原来 这个注意力也不露原来集中了 有很多事情很熟悉的 原来根本就不用想的事情 现在有的时候 比如说想起某个故事 想起某个人物 就想到这个家伙叫什么名字 有的时候就会想不起来 我是觉得您的状态一直就不错 身材保持 医生就警告说 就不要骑马了 不要滑雪了 结果这是我两项最喜欢的运动 所以每年继续骑马继续滑雪 所以每年都要忍受几次 腰椎键盘 受伤以后的那种感受 说得对 每当大夫跟你说不做什么的时候 那事一定是最快乐的 我一定会做什么 大夫让我不做什么 他不让你喝酒 一定要去喝酒 喝酒也是 医生警告了我很多次 我到现在为止一年 喝掉个一百斤百酒 应该是清晰之后的事情 不是这是您主动喝呢 还是现在需要应酬 周围的这种大学同学 中学同学 邻里关系 大家现在到了这种年龄 他们就是以朋友聚会喝酒 要天为乐趣 尽管我没有做好这样的 就是说 因为我的大学同学 有些都已经退休了 有了 对啊 他们退休了 就是找到同学聊聊天 吃吃饭 放松一下 我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因为我每天还在十几个小时站着 但是呢 你也不能说 我跟你们现在不能这么喝 我的活 你那把他们说 你装什么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 我相信啊 余总去参加饭局 别人一般就会问他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看你能不能给我孩子做一套定制方案 第二个 你能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够成功 比如我设置一个目标 花多少钱我都再做不期 第三个问题 能不能我不管 我就都交给你了 这是中国人的速成法 这是我吃饭喝酒比较多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周围的朋友 包括认识的不认识的 比如说有些 全国各地的企业家 政府领导 他们的孩子要学习 要出国的时候 那他们都会说 余老师能不能出来见一下 对 那我一般来说 出于朋友的面子 肯定就得见嘛 对 现在已经能推掉一半了 我就说 你们有什么事 就直接告诉我 见不见 我一定把孩子的事情 帮你们弄好 而且你知道他要问你什么 那这条路呢 这条路已经确实能给他提供 那肯定 但是我们肯定不会说大话 有的家长来说 我的孩子 余老师 50万给你 你必须给我弄到 强村的学校去 我说这不是 我想给你弄的就能弄的 但是 要求就是这样的 我给你500万 你把孩子给弄得同校 我要明确的 把家长的预期 给打消掉的 就告诉你的孩子 经过我们的分析 他实际上 未来他的考试成绩能多少 根据他在初中高中的成绩 未来以后 他大概能进什么样的校园 进怎么样校园 如果进了这样的校园 未来 他比如说 研究生不是生 应该往什么方向走 工作应该往什么方向走 都跟家长聊 直到把家长聊通 如果聊不通 你家长对不起 不管你跟我 多好的关系 我就不接了 您的建议呢 您建议孩子是出去 现在还是建议 大家留在这 先不说岁数 我建议合格的孩子 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话 肯定是出国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变向未来的世界 中国的孩子 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状态 是就是世界平台 不是中国平台 毕竟你在国外通过读大学 尤其读本科 那么至少在语言上面 英语和中文 一般来说都过关了 其实两种文化的熟悉上面 已经过关了 其实是两种学习的方法 在中国高中介绍的 史基英卫的学习方法 和到国外大学时候的研究性的 学习方法 这种东西对孩子的提升 还是非常大 那如果家长说 我就希望孩子留在外面 当然这就是家长自己的选择了 但是把孩子 纯粹的选择就留在外面 其实是把孩子 未来的这个 可以发挥自己能力的世界 变小了的 而不是变大了 据教育部统计 从1978年到2017年底 我国留学回国人数稳步提升 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 期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 有共计313.2万名留学生 选择回国发展 占以完成学业留学生人数的 83.73% 所以现在教育资源是更公平了 还是现在教育资源变得更不公平了 对 就是怎么说呢 都不能说是不公平 就是教育资源的分配 跟原来不一样了 这是他第一反应 比过去更不平等了 我其实是吃了一惊 因为我心里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但是 他是不是在说一个现实 我觉得还是蛮现实的 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说 咱们2006年左右的时候 中国孩子出国是什么 孩子出国呢 家里有钱 孩子学习一塌糊涂 完了呢 就是出去玩的 所以当年又连续几年 我们都在讨论 转嫁出去 留学垃圾 你还记得吗 有 现在已经没有人讨论 留学垃圾了 因为现在留学垃圾不多了 非常少 对 现在的孩子变成了什么呢 在国内学习成就越好 越出去 所以像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这样的大城市 本来出国的孩子 有一半 是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地方 那么他们 因为这些家庭都能够附带 那些孩子出国读书 四年的学费 其实说起来也不算是 真正多了 也就是四年学费 就是一百多万人民币 还是蛮多的 对 一百多万人民币呢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他们很有意思 把大房子换成小房子 这个钱就出来了 这几平米给你是吧 你拿这几平米去 我混了不少家长 就是这样的 真的 从这个角度 都得感谢中国房内产 对吧 中国房内产千万得撑住了 真有这样的 但大部分家长 都还是自己能够负担 不用买 买房子都能负担的 那他们的这个孩子出国了 本来他们的孩子 学习成绩都很好在国内 他们会抢北大清华的名额 他们不出国的话 这些孩子一半就进北大清华 那现在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一个好处是 他们出去了 那北大清华一二要造这么多人 那谁进去呢 成出国了 对 是那些学习成绩 依然很优秀 但是没钱出国了 就普通 普通家庭的孩子 尤其城市的普通家的孩子 进中国民派大学的比例 大大起高 所以这算是一件好事 其实是中国人接受教育的 可能性多了吗 增出了成绩 所以顶级成绩都出国了 那次一级 你现在认为顶级的都是出国的 那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不是全部 但是倾向是怎样 就这比例越来越高 我觉得不是坏事 尽管就是个人家庭都花了很多钱 但是呢 其实为中国未来储备了大量国际人 我们现在去看美国 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中产级家庭抱怨 自己现在孩子越来越上不体学了 稀缺的资源被越来越少的人去掌握 因为我们知道 知识是能改变命运的 如果这句话都没有人相信了 那其实阶层就已经变成远 而去的一个大路了 现在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 最严重的问题是在后面 就中国的农民阶层和边缘地区的孩子们 这两个机会都得不到 对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教育资源 也在大量的倾斜到这边缘地区去 自1993年成立至今 新东方在捐建希望小学 设立奖助学金 支援灾区等方面 投入现金累计近三亿元人民币 此外 新东方用在各类大型公益讲座 为贫困学子提供免费新东方课程 培训农村英语师资 及希望小学支教等方面的投入 折合现金也达到上亿元人民币 你刚才提到的不公平 是不是跟这个相关 我跟你讲一个数据 我们在贵州的一个县 这个县去年一本 只录取了六个人 二三本加起来 二十八个人 这么可怜 一个县 一个县 还不如一学校的一半 我们去年开始给他们 记录了一套高考学习系统 怎么进入呢 就是通过网络新东方的 高考老师给他们讲课 去年十月份开始讲的 讲到今年六份那么高考 今年的这个录取是 一本六十个 二三本三百零八个 那等于涨了十倍 十倍 十倍都不止 原来就二十几个人 现在三四百人 对原来差不多二十几个人 现在是最近三百七十人 所以农村还是一点都不笨 你知道吗 就是没人教他们 你看他们 2017年这是广东一中 这是河北 河北的 广东是河北 对 2017年 一本一个 本二二十八个 所以这个事情我更感兴趣 我觉得这事就可以 是吧 因为这个事情给你带了巨大的成就感 完全 而且是真正改变了你的命运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 像我们这样的农村孩子 原来没有机会 一本连门都没有 你看一下子变成63个 这个是很牛 原来去年只有一个 就像你说的 人生成就感可能在这 对 所以我现在要求新东方把 新东方的公益 专门有一个部门在做的 现在已经 我的目标是 未来能汇集到几十万个 农村孩子 你只有一套远程系统放在那 对吧 然后通过大屏幕来看 导楼来看 对吧 我们对国家投入的 硬件设施 进行一点点改造就行 在投入过一个教授 只要投入个几万块钱 就可以跟老师进行 视频对话 视频沟通 学生举手发言 老师就可以当场问 学生发言老师 也这边能听得见 对 现在我做这个东西 有点上瘾的 为什么 他比我把一个孩子 送到国外去 更加牛 我觉得这改变人的命 因为你送到国外去 就锦商贴花嘛 这孩子有没有你 他早晚他们也出国 因为家庭条件在那放的嘛 对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你 他就上不了大学了 对 我说有你了 讲个二十次课 他就上大学了 这个牛 就算公益项目吧 绝对公益 一分钱套 他们都一分钱不套的 公益项目有可能会这样 一个呢 如果你要想做公益项目 让教育资源均等 你就可能得牺牲一点 公司的利益 你要为精英服务的话呢 那其实你赚的钱会越来越多 新东方我有句话 叫杀富济贫嘛 已经开始杀富济贫了 到新东方来 交钱服务的家长 都相对来说 家庭条件比较不错的 对 那他们拿过来的 钱的一部分 我们就做在做公益 我们跟家长们也说 你们就做点好事嘛 我们现在还发展另外一个项目 你没看到这个地方 我看到 刚才看了一会儿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这样的 就是说让新东方的家长们 一个家庭认领一个农村的孩子 好啊 他认领呢 就是说他可以跟这个孩子见面 可以不跟这个孩子见面 但是呢 每年呢 给这个孩子一定的学习费用 多少钱呢 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 固定费用 固定费用 我们现在做一个什么游选呢 就是说让国际游学的家庭 每年有好几万嘛 嗯 而来呢 去认领一个农村的这个孩子 而来让这个国际游学的孩子 到农村去跟这个孩子生活一段时间 嗯 而来形成一对一的帮扶对象 交换一样 对 让这个家庭调节优厚的孩子 知道在中国你的同龄人 还有这样的生活状态的人 嗯嗯 已经集了不少对手 嗯 不是出钱的问题 对 他会形成一个 就他实际上是 他的孩子在跟着一起成长 了解中国社会 了解中国现场 他们孩子觉得 还在帮助一个同龄人 嗯 那么这个钱 给这个孩子多少 怎么帮助 家庭就有更大的自主 我觉得这跟新东方的主营业务 没什么关系了 没有 没什么 这其实不是一个 全是公益的 全是公益的 都是要 都是要我们掏钱的 你说这一样 你现在一看谈到公益 我觉得你有点过度兴奋 对 我喜欢这个东西 为什么呀 为什么现在说公益 赚了点钱和那个 弄了点弄了点 社会地位 不就是为了能做更多的好事呢 嗯 你觉得能通过这努力 让教育资源的均等 对我来说 我对个人 这辈子能花多少钱 和过怎么样富有的生活 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 我觉得我已经跟 比一般人过 我已经过得挺好的 比自己期待也好 对 那剩下来就是 我觉得 帮助别人 算是一种快乐吧 嗯 有一些帮助那些 本来你觉得他们 没有帮助 就会完全人生不一样的人 是吧 所以呢 新东方做两件事情嘛 锦上贴花 帮助更好的家庭 还是更好 嗯 是吧 选中松态 帮助没有希望的家庭 有孩子 让他们编的有希望 就这两件事情 嗯 我觉得后面这个更有意思 是吧 那要不怎么 我讲到这个 我会兴奋呢 是吧 这个东西 比我做新东方 一个业务 做出来个十个亿 八个亿 更加的那 觉得觉得好多了 你现在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 对 我没有梦想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 人生后半辈子的使命 对 帮助年轻孩子 不断地成长 嗯 用各种方式 那帮助这些 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孩子 到国际上受教育 嗯 帮助农村的孩子 考上中国好大学 嗯 帮助创业的年轻人 给他们投资 让他们做出好公司 嗯 然后呢 通过写书 通过自己的视频 给孩子们带来励志 鼓励成长 只要愿意看我的东西的 都能到达正能量 就可以了 就梦想就挺大的 不大了 这个我就日常就这么做的 不需要 这个不需要我花太多时间 因为你过去 搭了这么一个平台了 所以你就 还算顺势而为 对 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真的是顺势而为 我觉得会做得更好 中国的发展阶段 因为是跳跃式的 我们就说改革开放 已经走过40年 到现在呢 你看那么多 已经做大的公司 和已经在自己行业里面 已经拔了份的这些公司 都在无一例外地 做一件事 我觉得就是给中国的未来 再排下一些种子 比如做工艺 做扶贫 这是现在那么多企业家 都乐此不疲 而且我就做这事 我特有感觉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要不你做大试试 你也是这种感觉 这个本质跟过去 您做这事也是一致的 就是当老师的那种快乐 和改变人命运的那种快乐 其实是最大的 咱们换个地方聊聊 行啊 走 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这楼是4楼05年就满了 05年满 05年当时 3万块钱一平米不算便宜 不便宜 现在看你这地方 你新档位置了 这楼升值得 5倍到6倍以上 你像原来这块 那唐静万 2万块钱 住宅 那大概0.09开的嘛 现在16万 对 未来中国的房地产 再过10年20年 三四十万一平米 应该就是那个样子 对啊 你怎么看中国房地产啊 不用看啊 因为人民币会越来越多嘛 所以它是一个自然贬值过钱 比如说现在10万块钱 一平米的房子 再过10年 20万一平米的房子 就很正常 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 飞行之路有可能是 对 那儿很漂亮 你正好还能看到新东方 现在您是跟哪个圈子 聚的最多呢 就除了像同学亲人这一块 创业者 创业最多 更加年轻的 一代创业者的这种圈子 创业者的那种新的项目 对 有的时候会给你带来 眼睛一亮的感觉 这个 您看好什么样的创业者呢 比如他有什么样的特质 有技术能力的 人格相对比较成熟的 性格稳定 团队建设能力比较强的 这些是我 比较看得上的人 现在呢 因为创业还是这样嘛 大家就说 它概率还是蛮小的嘛 在这小概率当中 如何去能大概率 去找对人呢 这个判断事务的时候 肯定是有的 但是如果说你 你跟这些创业者 多交流一下 多看看他们的业务 以及看看他们的团队 你大概能判断出来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 做事情靠谱 就像我找新东方的 管理者是一样的 有事物的时候 但是大部分呢 你用的还是挺好的 就说明你看人 看对了嘛 要求他们的特质 就已经有了嘛 截至2017年 中国初创企业数量 约为605.9万个 是韩国初创企业 数量的61倍 中国2016年初创企业 各数为438万个 2016年则是551.15万个 连续以两位数的增长 比例增长 中国市值10亿美元的 独角兽企业 以及市值100亿美元的 十角兽企业 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现在创业 你怎么去下这个定义呢 因为两年以前 肯定创业是最热的嘛 然后慢慢又经过一年 又经过一年 到今年的创业 整个的感觉 又跟一旁又不一样 我是不鼓励 没有任何准备的 大学生随便创业的 但是我觉得创业 一来要鼓励 就是因为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未来的中国的经济基础 它是要靠年轻人 顶起来的 第二呢 未来的中国的 这个公司发展 尽管现在一方面 是就大公司越来越大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小公司 未来会充满活力 对 而这种小公司的出现 充满活力的小公司出现 一定是创业者 才能做出来的 靠大公司是做不出来的 对 就像说嘛 其实中国经济 为以后自己的发展 埋一点种子 光靠过去那个逻辑 也相对来说 比较艰难了 哪些方向您看好呢 现在的方向那么多 比如就教育领域当中 您觉得 这个里面未来的突破 教育领域就是科技 跟教育的结合 教育行业 您不太看好 哪种发展的这种模式 现在 每天的教育模式 越来越多 忽悠性的 完了没有真正的 深刻的研究研发 好的教育产品 教学系统 服务系统 完了就靠忽悠 靠什么流量 靠做广告 做营销 来做大的教育机构 未来都没什么大希望 这样的公司 现在还挺多的 挺多的 因为现在的老百姓 还是比较容易被忽悠的 那什么时候 这个泡沫 或者这个谎言 会被戳穿和破灭呢 这个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肯定不是一下子 就能被戳穿的 这个 就像 中国老百姓 一次又一次 投资融资 被骗钱 你现在再弄一个 保证大量老百姓 还是被骗 这听起来太惨痛了 几百亿几百亿的被骗 我也不知道 这老百姓脑子里想的什么 你要跟他讲道理吧 他特明白 但是真的这个事情 他永远 他这样 老百姓是 中国的老百姓 有很多是投机分子 他老想的 我买了 我拿回来 下面的人接盘 跟我没关系了 我是能跑出去的 对 他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可能是 最后一个接盘侠 我不会那么没有运气 大部分人都认为 自己运气是好 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包括买股票 都是这么想的 新东方今年是 二十 二十五 二十五年了 那比网易还 岁数还大 对啊 我们本身比网易 也更加传统了 你现在认为 它是个传统公司吗 老公司吗 对 从历史上来说 新东方二十五年 不就是 年龄够大 对 更加有传统历史 您为什么老能跟 您的竞争对手 保持特平和呢 我觉得 一个是教育市场 足够大吧 第二个是我觉得 教育 做教育 大家是要有点情怀的 没有情怀 天天盯着竞争对手 自己产品不弄好 不想自己的客户 那你做得再大 也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怎么去看 现在的新东方呢 比如说您 给他重新来 做一个定义 以前我们能看得很清晰 现在是怎样 推动学生的全面成长 也就是我们不仅仅 只要推动他的上课成绩 还要推动他 作为一个人的 全面发展的这个体系 我们也希望能做 做出来做得更好 现在做得不够完善 你对他不满意吗 现在 当然不满意 你怎么可能 你满意的话 你还去做什么事情 你想要的是什么样 我想要的就是 任何一个到新东方来 或者跟新东方基础的孩子 能够从他们的 学习方法上 学习习惯上 学习思路上 个性发展上 品德发展上 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 玩笑和健全的 尤其对他们的家庭本身 也能财成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新东方家庭教育 做了十年了 年间有几百万家长 个新东方基础 那是有距离 标准定点也蛮高的 如果25岁 是他今年成立的这个日子 你现在认为 这个公司 现在是处于 什么样的阶段 青年 少年 中年 我现在还在青年阶段吧 应该 在成长过程当中 对 还在成长 40年这个发展 因为今年改革开放40年 您如果给这40年 也包括您公司发展 这25年来做一个定义 和做一个回顾的话 之所以能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 您会觉得 首先要归功于什么 我觉得归功于 中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被释放出来了 因为中国人民是一个 自动自发 勤奋的民主 只要给他们足够的余地 他们就能给你 还一片特别漂亮的天地 所以我觉得 改革开放40年 取得今天的这样的成果 应该更多的归功于 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 公司就这样做 第一 主营业务 我不可能不管 第二 我一定要做投资 第三 重要的是做人脉 当然就 公司的创始人而言 可能比较苦恼的是找人 就世界上必须得承认 优秀的人永远是少比例 别人使了 你就没得使 然后你培养起来成本很高 所以你每天认为干嘛 那赶快去找人啊 找一个优秀的人 找一个合适的人 然后还得找一个搭班子 什么叫领导 领导就是这样 找来一堆合适的人 然后我赋能给大家 看着大家 让大家把这事做好 一旦中间出现一短板 谁没做好 我顶上去 这就叫领导 这就叫领导 这就叫领导